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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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感恩各位大菩萨在寒南的早晨 特别感到实体课 来共同护持法布施的课程 同时我们共同感恩云端 听课的大的朋友 共相胜举 在这边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元旦 厨医师父特别要祝福 大家国泰民安 千祥云集万福并争 感恩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特别感恩大家休假的日子 来成长自己 這個是特別不容易的 對 師父也是想辦法就是要成長自己 我的助理都說 師父自己都這麼忙了 還要接這個課 對 我在北京的弟子也是說 如果是我們 我們就不會接了 對 我說這就是師徒的差異 對 師父總是想我怎麼樣可以來幫助別人 建立正確的知見 然後 建立正確的知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你可以超越煩惱的束縛嘛 你就不會再做錯的事 不會有業障 逐步的就能夠邁向成佛之道 對 所以在忙碌都得要做好時間管理 Peter Jouk 奧地利的那個現代管理學之父講 時間管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 因為你時間管理不良的話 你很快你就陷入緊張焦慮壓力重重的負能量漩渦裡 所以一定要訓練自己多頭運作 這個就是師父在訓練我們禮拜四的同學 每一個人要學會多頭運作 不是說第一個工作做完了才開始做第二個工作 這是太落伍的方法 你看 學生雖然沒有到場 但是師父每一天至少有兩次播出 一個是早上七點 第二次是春午十二點半的全球大迴向 這是最少的狀況 學生雖然沒有到場 但是師父每天都做法布施 每天沒有間斷過 所以有沒有到場一點都不重要 整個雲端都是師父的到場 常年來師父都是如是做 受誰的影響 你們知道這受誰的影響嗎 文書 文書喔 對 你指到遙遠處了 在這一世師父受了廣青牢上的影響 廣青牢上有一次 大家都知道他有神通嘛 所以大牌長榮很多人向他問事 其中有兩位生妮 就請教廣青牢上說 我們好不容易積累了一些錢 我們想要蓋道場 請你給我們指點 要坐南朝北還是坐北朝南 廣青牢上說 你都已經出家了 你還問我這種問題 他說你看看我這個破騰椅 我這樣做我也可以杜仲 我這樣做也可以杜仲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我站起來都在杜仲啊 你的道場要惹朝哪一個方向 這個重要嗎 跟你的心有關 跟你的風水地理毫無關係 這個觀念影響實物非常的深遠 所以我們的獎金說法 其實是挺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給了大眾一個正確的觀念 有可能影響他生生世世對不對 對就像譬如說這個 這個案例就是非常好 那你說大眾 譬如說要拜燦啊 可以啊 旁邊不就是那個什麼 市長官邸嗎 有沒有你們知道市長官邸餐廳嗎 王滬中教授 你要坐那兒是嗎 好那個 可是我怕那個 那位 張兆林表會不會 他今天請假 好好好 那就為您保留的 市長官邸那個餐廳有沒有 我們很多的活動都是向他們租 租場地 然後他因為跟我們很熟嘛 所以他也會打折給我們 然後給我們非常多的方便 我們也在那邊拜過燦禮相不相信 對 他就是變成是我們如果有需要就在 他就是很好的一個道場 然後法會完了以後 他們還負責收拾啊 對吧 然後你沒有維護的費用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實體的道場 我們還要有維護的費用 我們還要請人對吧 所以這個都是開銷 對 現在已經是互聯網的時代了 所以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做法 一定要跟上時代的脈動 否則很容易就被時代給淘汰掉 前幾天我跟那個我們這邊的長老 76歲的那個沈榮海大德 談心啊 他就講師傅的課真的很重要 師傅帶給我們非常多重要的概念 他說譬如師傅講說 你一定要跟上時代的脈動 你學佛也是要跟上時代的脈動 否則你一定會被時代給淘汰掉 他說我有一個同學 他說他到現在連智慧型手機都不會用 然後現在就已經好多年大家都沒想到他了 然後那個沈榮海大德他還好心勸他說 你應該要使用智慧型手機嗎 他說不用啊 你們如果真的要找我 你們一定有辦法找到我啊 現在的人不是這種想法啊 你的智慧型手機不是只是拿來聯絡而已啊 你還可以分享 然後你還可以傳播法布施 然後你還可以 裡頭有很多的信息流通 你也可以幫忙流浪狗啊等等等等 所以一定要自己的觀念 一定要跟上時代的脈動 現在已經不是讓你 蓋一個非常大的道場 然後你找不到人來 來維護現在已經不是了 不是那個年代老早已經過了 你注意看時代的走勢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以前商場都是Shopping Mall 好大的一個巨大的那個樓對吧 裡頭可以容納幾萬人在那邊購物 結果你發現嗎 那種Shopping Mall 一個一個倒閉啦 包括台灣 法國在台灣的那個佳樂福 都被併購啦 是不是 現在誰最夯啊 小兒美7-11 你看7-11 他做到了AI人工智慧時代的特色 就是跨界融合 不是單一一線的 他不是只是賣吃的東西 他也不是只是賣泡麵 或者是說賣雜物不是 你看他跨界融合啊 你繳費可以在那兒 繳停車費繳罰款可以在那兒 買音樂會的票可以在那兒對吧 然後你的運衣服燙衣服洗衣服都可以在那兒 你看他的頻數大不大 好小喔 對吧 這個就是如果我們夠有智慧 我們就看到7-11的走勢 你就可以知道這才是時代的走勢 互聯網的時代就是這樣在運作的 因為太多的事情你是不需要人了 所以人會被人工那個AI人工那個叫什麼 中文叫機器人給取代了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訓練自己 超越超過機器人 怎麼訓練自己啊 跨界融合嘛 現在現在那個人工智慧最弱的地方就是 他還在單一啊單一面向我們絕對輸給他 譬如說銀行數超單一面向 我們一定沒有辦法贏他啦 然後分析股票以前的股票營業員多夯啊對吧 現在都是軟體在分析啊機器人在做啊 然後你如果到大的那個Hotel去 然後你住房以後 你發現這個房間裡頭沒有浴巾沒有拖鞋 然後你就打電話到那個前台去說 我是幾號房間 然後我發現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他說好馬上就送過來 開門一看是誰幫你送來 機器人 所有太多的工作我們已經敗給機器人 而且機器人一定強過的真人的另外一個特色是 他不疲不背不病不衰 14小時他都可以做 我們人如果做24小時立刻起煩惱對不對 所以人要打敗機器人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 這就是直覺訓練 為什麼師父一直強調 一定要訓練我的徒弟直覺訓練 因為機器人現在沒有辦法直覺思維啊 他還在邏輯思維 他還在二元對立當中 你看2016年機器人Alphabot 打敗了世界的圍棋高手韓國的李仕陀 那個很大的一個事件啊 就是代表我人應該要警覺到機器人對人類的威脅了 可是那個時候他們還是用 機器人還是在那個邏輯思維當中喔 只有兩年的時間到2018年的AlphaGelo 機器人已經進步到使用直覺思維 跟人類一樣啊你要知道啊 所以人類哪能夠懈怠躺平啊 是不能這麼做的太危險了 師父七十幾歲了 師父天天勇猛精進 師父就是要向世人來視線 你修行的方法是如果是正確的話 你必然是不病不衰不疲不背 那你為什麼會又病又衰 比如說又染疫又確診啊 為什麼 因為你修行的方法錯 並不是你學佛你就一定保證不染疫 這種觀念完全錯 他每一個禮拜都要幫我來這邊三樓樂捐 有一次他來樂捐的時候 他聽到櫃檯有人在講說 我們學佛了你看都不會染疫 我的助理因為我平常都會非常鄭重的教導 正確的觀念 我的助理就講不是學佛了就一定不染疫 你學佛了天天造口液造生口液的惡疫 你照樣要染疫啊不是嗎 所以觀念一定要正確 對 好今天因為是元旦嘛 師父特別挑了這個五顏六色的煙火的圖來 直覺訓練 看圖說話沒有對與錯 這個訓練無比重要 因為你沒有訓練 你一下子根本就認為他與我無關 他真的與你無關嗎 他跟你大大的有關 來 1 2 3 GO 一次了 1 2 3 GO 就是說你拿到麥克風然後你就講 講錯了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講錯了以後 失誤就會糾正你說 你的觀念不對 或你講得很好 雲端的大的朋友都在聽嘛 他們會受益啊是不是 以前我的徒弟都很怕講錯 我說錯了 你這種觀念就是太low了 你講錯了你以為說 你好沒臉錯 你因為講錯 所謂雲端的大的朋友都知道 原來這樣子想法是錯誤的 你幫助了那麼多人 所以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這個觀念就是你升華起來了 那如果你還是在擔心啊講錯 那你就是太傳統 所以我才說傳統學佛是應該要改善 或者我們只有私益的信仰人口數 怎麼來跟上基督宗教的二十幾億的信仰人口數 他一定有一套方法嘛 我們要謙卑向別人學習嘛對吧 好來第二次喔好 蔣路華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 因為現在是元旦嘛 我就發現這個感覺像 就是昙花一現非常的迅爛 就感覺有點像就是我們 地巴阿賴耶士的幻化 這個千叉又瞬息萬變 什麼顏色要怎麼跑出來 感覺上好像很炫爛 但事實上什麼時候要消失 他什麼時候表現什麼紫色黃色綠色 我們都就是隨著這個阿賴耶士的幻化 讓我們迷失在現在這個煙火當中 那應該要看到這個背後 應該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 而且受到時間空間這一瞬息萬變 要從煙火裡面去思考到 我們這個跟宇宙 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然後跟解身秘精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我直接想到就是 地巴阿賴耶士的幻化 你煙火在哪一邊放 什麼時候要消失 怎麼顏色他的型態怎麼改變 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 我什麼時候要生子 什麼時候要來上課 什麼時候因緣要改變 什麼時候我要上解身秘精 這真的就像煙火一樣 所有都是無常 我沒有辦法掌握 好OK 好還有嗎 One 好 沈門鈺 好 為時課的同學可能還不習慣 但是慢慢跟上來 就像禮拜四的同學要慢慢跟上來 向你們學習為時的那個知識體系 是一樣的相互交流 這個就是跨界融合嘛對吧 好來陳明鈺老師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來圍繞一下 好 地理神明醫試著說出了想法 我是試著想要將這個煙花 跟思想結構給他做一個連結 好 就是他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 很複雜 對 但是其實設計煙火的人 他都知道要用什麼元素 可以讓他幻化出什麼顏色 或者是心狀 那我們的意識很多 但是我想解身蜜精應該可以 什麼叫我們的意識很多 好 我剛剛用詞不精準 對 用詞不夠精準 我們阿賴也是裡面 雖然有很多的種子 但是我們透過解身蜜精的學習 認知了別之後 把它結構化之後也可以 可以逐漸的進化我們的心思 好 謝謝師傅 這樣可以進化嗎 就是其實 其實我在寫回文的時候 不是 你想要表達什麼 講的話你這個調低 他25度太高 對 就是 要怎麼進化 這問題就是被問倒了 師傅不是一直講 進化是 to purify your mind 至盡其益 就是消夜嘛 消夜不是有四寶五寶嗎 否則他怎麼可能會能夠進化 不可能 對 對吧 對 所以不能停留在冥想上 你只有把冥想丟出來說 我就是要進化 可是你沒有講出個所以然來說 好 你用什麼方法來進化 對吧 你的想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提供比較精準的方法 對是 好 那師傅用這個圖 當然是為了要慶祝元旦 元旦就是璀璨的 所以這個煙花就是世俗來代表璀璨 是用煙花來代表 那如果我不用煙花來代表可不可以啊 當然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是沒有所謂的現象界 我們一定要允許他有千差萬別相 就是我用煙花來慶祝 有些人他用蠟燭來慶祝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最難做到的是我們經常是沒有辦法 允許別人有不同的想法 就想這個煙花是最棒的最隆重的 是這樣子嗎 當然也不見得啊是不是 那個槍擊的現場也很多煙花 不是嗎 所以不能栽在一個渠道的思維 這個就是要被打破的 因為你栽在一個思維 他的對立面就是邏輯思維 就會變成二元對立 直覺思維為什麼科學家已經公認 只有直覺思維能夠觸及到意識 為什麼 因為直覺思維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直接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我們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 也跟文書有關叫 入能且經有聽過嗎 對那個入就是無上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那個經典還是跟文書有關 跟唯實都有關啊 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 好 除了這個煙花以外 我非常重要一個重點是 今天是元旦代表什麼 代表時間的特殊對吧 因為過了明天 過了今天 明天一般人就會認為這是平凡的日子 所以平凡不平凡 立刻又對立了起來 又是二元對立了 你又陷在那 陷入在平凡不平凡 然後你又起煩惱了對吧 所以藉由節慶 我們就要訓練平常心事道 什麼是平常心呢 什麼是平常心 我在禮拜四的課已經講到不要了 什麼是平常心 王滬中教授 你有一次在解釋這個封面圖的時候 我說那就是平常心 我看你還記不記得 麥克風 平常心事道 來自六祖談經的教導 師父各位學長 我們要不要放下爪 我說不忠 那平常心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平常心就是真心 就是本心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就是無上 這非常的重要 所以平常我們就要訓練自己 時時利於平常心 超越時間空間的束縛 像今天是元旦 就最好去體會 超越時間的束縛 特別佛教的時間觀 有一個絕對大的特色 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樣 佛教的時間觀是循環的 所以他有過去是現在是未來是 他不是曾直線啊 你要知道 他是循環的 所以佛教為什麼講輪迴 是因為他的時間是循環的 所以你一定想辦法要去體會 對這個佛教的循環式的這個時間觀 千萬別落在一直線上面 為什麼不要落在一直線 為什麼 你想想看 為什麼佛教一定要主張他是循環的 這個我最近播出有啊 是今天早上嗎 今天早上慶祝元旦 我有一篇也講到 那個叫什麼 佛教的時間觀是循環的 還有還有一篇是禮拜五 我講動中禪定 動中禪定的方法要怎麼操作 師父的播出一定裡頭 除了一禮以外 一定有方法 有禮有據有方法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 那你要去哪裡看 YouTube打上北大聖弦 就哗啦哗啦哗啦 是師父都有好幾百個視頻在那 北大聖弦他就全部出來了 現在至少有四五百個視頻掛在那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禮拜五是聖弦語錄 雙語的中英文對照的 雙語的聖弦語錄 禮拜五師父講動中禪定 為什麼師父特別在這個時候講動中禪定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講止觀嗎 是不是 可是止觀很多人他誤解他啦 所以我就利用禮拜五的那個聖弦語錄 把什麼是止什麼是觀 怎麼樣你可以進入動中禪定 而不是雙腳盤腿 那當然也是OK啊 文書也有一套方法走向一行三昧 但是文書說這是給低階的人練習用的 他說你要從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就是你還需要專注在一個底 你的心還需要安住在一個底 叫做一行三昧就是定對吧 所以他說這是初階的人在用的 高階的人一定要走上動中禪定 就是你在動中當中你也在禪定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師父都不睡覺啊 你可以問我的助理啊都不睡覺 但是師父聲容活虎 那師父什麼時候睡覺 我講課的時候也在睡覺啊 我睡覺的時候也在講課啊 這個叫什麼動靜意儒 你充分的展現動態跟靜態的終極平等 徹底平等 每一個人都要學 要不然的話你就會覺得 喔時間不夠用 喔對啊時間不夠用 那師父這麼忙 師父為什麼時間都夠用啊對吧 這不就是學佛嗎 你以為學佛就是學那個條條框框教義嗎 在2000年千禧年的那個千禧年的倫理 作者是誰達賴喇嘛 他就講我人是不需要有道場 你看他也主張不需要有道場 不需要有教義不需要有教條 他說最需要的是你需要有同情心 你可以去看那本書啊 2000年的千禧年的倫理 所以師父沒有道場 除了受廣老的影響以外 再來就是達賴 太重要了 他為什麼會要這樣講 因為我們學佛學久了 我們就直接被教條給框住了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什麼都不行 然後眼看著那麼多受苦的眾生 然後你邁不出去第一步 這樣子的學佛這樣子的宗教信仰 其實是有缺失的 好所以師父要講的就是今天是元旦 所以師父要特別向大家推薦 佛教的時間觀是循環的 所以佛教會有輪回Samsara 不是沒有這個義理支撐的 最主要是他的時間是來自循環的 然後佛教的空間觀 十法界嘛 對吧 那是不是一定就是十個 十個界位啊 當然不是啊 對吧 十佛教的一以外的 通通都代表多數 所以華言有一句話叫 一即多 多即一 有沒有 我剛剛講到空間就講 一以上都代表多 所以華言講一即多 一即一切 一切就是多 多即一 這代表什麼 一跟多是相互融設 你看我的手 這個跟空間觀很有關係 因為科學家為我們證實了 每一圍的空間是相互互為子集合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 其實很容易知道啊 我們是活在三圍空間嘛 對吧 螞蟻它是它沒有辦法飛起來 我們可以借飛機飛起來嘛 對吧 螞蟻只能走平面嘛 所以它一定是在二圍空間嘛 我們能不能看到二圍空間的螞蟻 可以啊 所以代表三圍跟二圍 是夾雜在一起的呀 這種觀念你一定要有 否則你聽這個佛法的詮釋自己會亂掉 會以為佛法都是神話 其實這個就是科學已經證實我們 告訴我們每一圍的空間是相互融設在一起 互為子集合 思維空間就是我們講的UFO就是幽浮 它存在啊 讓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時候我們仰頭看 那有一個東西 剛剛明明在那現在不見了 那就是四圍空間的UFO 它離開四圍進入了三圍空間讓我們看到 所以這個再一次的證實什麼 各個維度的空間它是相互融設 各個互為子集合 宇宙全習觀 是英國的倫敦大學的David Bond 為我們提出宇宙全習觀這個概念 宇宙全習觀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宇宙 其實是一張非常豐富的一張廣大的圖 他說我們的普通的照相機 我手機拍攝那照相機是平面的 因為你拍照的時候你只擷取一個相位而已 可是宇宙全習觀它要強調的是 宇宙為什麼是一個強大的360度完整 你不管在哪一個角度 它都可以看到整個宇宙的信息 是因為它在拍照的時候它擷取了什麼 考考禮拜四的兩個重要的元素 波長跟相位 波長跟相位 你的普通的相機你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所以它同時擷取了波長跟相位 你看我們師傅講過N多次了 光子它是電磁波裡頭可以傳遞力量那個力的載子 所以它叫做Force Carrier Force就是力量 Carrier就是承載器 所以你不能小看光 為什麼宇宙全習觀 全習觀大膽的假設 整個宇宙是 就是一張漂亮的豐富的彩色的圖 更重要的是這個圖如果我把它給撕了 我這名片資料太好了 是撕不掉的 我要把它撕了 然後沒關係 假裝這樣撕了 撕了以後可是上面有一朵玫瑰花 就是很漂亮的玫瑰花印在那上面 我把它撕了 撕了粉碎 如果是我們的那個照相機 就撕了很碎以後 這個一小碎片是什麼 沒人知道對吧 可是宇宙全習觀360度的攝影 它是你任何一個碎片 就是完整的一朵玫瑰花 你用你的那個技術把它還原 每一個小碎片都可以是完整的玫瑰花 這一個觀念太重要了 這就是能切經講的嘛 講什麼 對 魚一毫端 一毫端就是局部嘛 健保王岔就是整個宇宙 所以宇宙全習觀 就是來詮釋華延經講的 一其多 一跟多是這種關係 你看這種關係 是融色的關係 而不是包含的國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你手上的每一個局部的小碎片 都包含著整個宇宙完整的信息 從這個理論最能夠展現 心、佛、眾生 無二無別 是同一條連線啊 你要知道同一條連線啊 為什麼我們學佛這麼重要 我們學佛我們直接就跟諸佛 是背後直接連線啊 你沒有學佛的話 請問你怎麼連線啊 心、佛、眾生是同一個連線 我們現在是落在三維空間 然後諸佛他已經證到 證悟到上個禮拜 我師傅講的 他的能量級別到最高了嘛 七百是阿羅漢 八百是必知佛 九百菩薩 一千呢 佛 佛就是代表合一 什麼合一啊 現象界跟終極本質的合一 他已經達到最高了嘛 對吧 所以他是最高的那一個 唯一的投硬體 硬、放硬電影那個硬 他放射的是長極光 長、橫長的長 超級光 即滅 Xing 激 即 台灣念即 長期光 所以 宇宙全習光 就要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諸佛放射這個 他的長期光不是對他放 對他放 他是長期就在那 24小時不停的他沒有動過 對吧 所以我們要主動親近他 我們如果沒有正確的管道親近他的話 你過門而不入 你不懂義理 你還是不知道 你還是認為佛是迷信 是不是 所以說愛因斯坦講 沒有科學的宗教是什麼 是蝦子嘛 對 欸 你們怎麼退步了 你們還要想一下 等一下 如果是想是科學還是宗教 那兩個不能混淆一台 它是有意義的 但是你 我就教過 你不能這樣背 你這樣背 就沒意義 你也不需要想 為什麼 你看師父都不用想 對吧 你看師父用什麼方法 用科學來闡述宗教 為什麼師父要這樣做 我希望我的徒弟 我希望我的學生 我希望我的信眾 不要變成蝦子啊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的長輩來學佛 回家以後他的子女都說 哎呀佛教都是很迷信嘛 對吧 你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啊 對吧 所以我再也不能這樣子過日子啊 對吧 所以師父從英國回來出家到現在二十幾年了 我每一堂課我96年就在這裡教了 96年那時候我剛從輔大碩士頒畢業 為什麼跑到這裡來教啊 是 我不就是有帶那個美國紐約長島大學的外國學生嗎 就是大學部的學生 因為美國紐約長島大學跟輔大有建教合作 所以他們都要派學生 外國學生來輔大受訓 然後四大名山一定要去參訪啦 可是四大名山跟我們佛陀教育基金會有沒有一樣 是不一樣啊 四大名山是深重的道場啊 我們佛陀教育基金會 我認為絕對的重要是為什麼 他是居士佛教啊 你應該要看看居士的力量有多龐大 可以居士也可以來教化眾生 維摩節居士不是最好的老師嗎 是不是 所以我就帶著我的外國學生來這邊參訪 那然後就是參訪圓滿以後就在地下室 那時候好像地下室就是那邊55號的地下室沒有教室啦 就是一個大的會議室 然後我們都坐在那他們為我們準備水果啊 點心啊 然後就交流了起來 然後那個簡豐文院長他就那個時候就親眼看到師父流利的英文 怎麼去主持那個會議就是 就是中國的中國人跟外國學生 還有信仰者跟非信仰者 因為外國學生很多他們是基督宗教啊 那要怎麼去融通 怎麼去就是融設那個現場 所以那個會議極盡重要 就那個會議以後就在現場就是圓滿的時候 簡豐文院長就問說 你這個佛陀教育基金會有沒有這個榮幸 就是邀請我來這兒講課 然後我就說好我可以把時間安排一下 然後就那就是明就是96年 96年 然後98年我就去北大念書了 可是那個暑假的時候我都有回來繼續開課 都沒有斷過沒有斷過任何一次 這位學生陳明玉老師就是2014年 師傅從北大回來暑假教書的時候 他就來親近師父了 對一直到現在就八年了 好所以看起來師傅像在聊天 其實師傅紮進來非常多的重要的學佛的觀念 好我們的解身秘經 師傅希望跟大家 今天的主題是解身秘經的思想跟結構 不會一堂課講到完 因為它比較龐大 所以會講到每一品的內容組織架構 所以下個禮拜還是會講這個思想跟架構 之後就會變成二 這個禮拜是開始講 也不會有很多的時間花在那個結構上 為什麼呢 因為講到每一品的時候 又會再複習說 這一品跟其他品 它有什麼樣子的容色關係 對吧 好那我們今天沒有新人 所以我們這一張就給他跳過 熱烈的掌聲我們要獻給佛陀教育基金會 簡豐文院長創始人 冉桂梁督導朱一村執行長 還有全球直播資訊主同仁基金會所有的同仁 我們獻給大家妙吉祥如意 妙就是無上 妙吉祥就是文書的法號 所以妙吉祥如意 它不是一句問候語 不是 它是一句咒語 所以有一年2020年12月10日 那天我們剛好在市長官邸那邊 召開一個宴會 然後突然6.4級的大地震 雖然我們在一樓 但是我還是很非常嚴重 搖晃很大 而且市長官邸因為它都是木頭的老房子 所以呼呼呼 然後我是站著開示 然後我就警覺到地震 你知道我唸什麼 妙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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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發現我的徒弟都沒唸 他們都在看我唸 後來我就說你們趕快唸 唸妙吉祥如意 然後他們就七嘴八舌唸了起來 那七嘴八舌唸有沒有用 對那個沒有達到同頻共振的效果 所以還是一定要訓練 妙吉祥如意特別好用 譬如說你一定要養成這個習慣 很多人都說我沒錢 所以我沒有辦法立他 我沒有辦法行善錯 你一定至少每天不是聽到消防車 就會聽到什麼救護車對吧 不管他要死去哪裡 你聽到消防車聽到消防救護車 所以你就趕快唸妙吉祥如意 妙吉祥如意 妙吉祥如意 然後回向給他 希望他所到之處都能夠平安化險為宜 這樣可以嗎 對 因為你這個時候你還要念什麼咒語 也許你就一下子都想不起來 妙吉祥如意他絕對不是一個問候語 他就是一個咒語 對最簡短的一個咒語 文書開發非常的非常多的簡短的咒語 譬如說 On Azabasanadi七字咒 對吧 還有最簡單的chilling 只有一個字而已 chilling是聽起來像兩個字 它是一個字文書單字的咒語chilling 對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就是多清淨文書 因為有智慧就不會有煩惱 從剛剛到現在師父都在介紹古老的佛法 怎麼樣能夠在現代互聯網時代活出他的心潮 太重要了嘛對吧 你要借年輕人 像我在中國大陸的弟子清淨社大部分是年輕人 碩士博士高資都是高資學人 那你說師父是不是只收高資學人 當然不是啊 有一個文盲完全不認識字 那他怎麼看師父的開示啊 師父每天大量的開示 他的女兒也在絕育宣 所以他的女兒看到了以後 他就翻譯給他聽 然後他也可以寫回應文 他怎麼寫啊 他不用寫 他用音條 用音條講他要回應師父的開示什麼什麼 然後把音條傳來給我 你看師父太靈活了 什麼方法都可以用得上 所以他是完全不認識子 然後絕育宣每一個弟子都有聖職 因為你有聖職 你才有可能有福報嘛對吧 你才不會在那麼高階的平台折損自己的福報 你應該要藉著這個高階的平台賠福嘛對吧 你知道老菩薩 靈心智老菩薩文盲 他的聖職是什麼嗎 因為他也不會寫 他也不會 他什麼不會啊 然後70歲了嘛對吧 你知道我給他什麼樣的聖職 人肉鬧鐘 人肉鬧鐘 他就是會要打電話給那些爬不起來的啊 因為總部的徒弟3點就得起身 可是因為師父規定很嚴密 每一個弟子都得要上班嘛 所以他們像華為上班 最早是晚上9點下班 又是到12點他還在辦公室啊 對吧 但是他也是3點要起來 他我並不是說你12點還在辦公室 所以你今天5點起來沒有啦 他照樣一定要3點起來 為什麼呢 書整夜都不用睡覺對吧 所以你還有睡覺 所以你3點起來 有什麼困難 這就是叫做訓練 合理的訓練叫訓練 不合理的訓練叫磨練 那老菩薩 靈心智老菩薩文盲 他就是負責 看哪一個人還沒有簽到 趕快打電話給他 叫他起身 我們稱他為人肉鬧鐘啊 對負責打電話 對 有一個中科院的博士啊 打了20幾次電話 他沒聽到 完全沒聽到 然後我就說你是把電話 手機 就是不小心關了 他說 他檢查一下說沒有耶 沒有耶 想了20幾次沒聽到 後來怎麼解決啊 打電話給尤娟博士的配偶 叫他配偶去叫他起來 說哎 該起來了 太晚了 對是 所以 師父非常靈活的 就是 有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幫助每一個人都可以來陪伏 好 剛剛介紹的就是這一塊 接下來 課程內容 這個每一個禮拜我都講了嘛 對吧 主題內容 這是固定的 我唯實的課 會通宗教與科學 再來適宜解惑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解生蜜精的思想跟結構 生蜜 凡文叫三底 指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竹節啊 竹子 竹子不是這樣一桶 然後再來就有一個節 再來一桶 再來有一個節 對不對 三底就是竹節的意思 那 師父早幾個禮拜 今天是第四堂課了嘛 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師父有介紹解生蜜精有四個版本 對吧 真諦是其中的一個版本 然後真諦翻譯為解結經 就是說他這部經最主要來解釋這個結 所以你看這個結就是關鍵重點 那求納巴陀羅版就翻譯成為相續解脫經 為什麼相續 一個結接一個再接一個再接一個 也來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沒有學佛我們就是相續輪迴嘛 對不對 所以學佛多重要 解是解明或是想解慘明 解身是什麼意思 就是想解他的究竟意 究竟意就是他的真實意 而不是表淺的意 那我現在考考大家 我說你們要賠福喔 你們要藉由聖詞要賠福喔 請問這是表淺的意還是聖身意 1、2、3、Go 好啦 講那話 我說你們要藉由聖詞要賠福喔 好那這個賠福是表淺意還是聖身意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陸華 我認為是表淺意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進入終極本職嗎 他還在福報是屬於現象界的東西 這是我的猜測啦 因為我沒聽過 可是當然不能讓你聽過 對啊 這個就是你一定要來上課嘛 這邊講的都是禮拜四你聽不到的東西 但是林柔他認為是聖身意耶 那來解說一下 這是我的看法 你為什麼認為是聖身意 師傅 學長們 嗡傲 嗚嗚 嗚嗚嗚 我是林柔 試者回答 好 因為我覺得他的意涵比較深 他雖然表淺的感覺是這樣 感覺是很表淺 但是他的意涵很深 可是我是問說 你聽到那個解身蜜精也會出現佩服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看到解身蜜精出現佩服這些字耳的時候 你會認為他是聖身意還是表淺的意思 師傅用猜的覺得聖身的感覺比較正確 正確的答案他是表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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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會 可是你看喔 解是負藏生意 解就是關鍵點 他是生意 所以他會有寫有玄外之音才叫做解 玄外之音 例如令人結 他所說的不究竟 他就是在講給人聽的啦 解身是什麼 比如說解身講福報 那只是為了度眾而用的善巧方便 那解身蜜精就是要來把那個表淺的意深化 其實上個禮拜已經師傅快要講到那個PPT 後來就因為下課嘛 所以解身蜜精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是講得很深 但是你講得很深如果根氣不夠的話 容易起煩惱啊對不對 所以他有些文字是很表淺的 那個表淺並不是解身蜜精的主張 他是為了度眾的方便 所以他有些字眼都是用的很表淺 但是他一定有一個篇幅來解釋那個表淺的意思 那漢義喔我要講漢義喔 漢義就是北天族 天族就是印度嘛 山藏法師菩提流之在北位 請你注意到這個年代 五百生日三年的時候 藝人翻譯的名字叫生蜜解脫經 生蜜解脫經 他還是強調他的聖身意識嘛對吧 你按照他的那個指導的話可以 對是 那我們用的版本就是唐山藏法師 玄狀在六四七年看到嗎 這就又一百多年以後 在宏福寺翻譯的解身蜜精 在中國大陸的北京還有一個寺院 也就叫做宏福寺 好 這個都是讓各位知道你要做好準備 就是我們的解身蜜精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候我們看那個文字字眼 覺得沒有生字啊對吧 但是其實看不懂啊對吧 這個就是解身嘛對吧 所以唐玄狀翻譯成為解身 是非常合適的 解譯版 解譯版像這個是完整版 可是有一些解譯版就是摘取其中的幾品 像天竺三藏求納拔陀羅 在東安市所翻譯的相續解脫經 相當於解身蜜精最後的兩品 以及第一藝的五項略品 這個是解譯版 還有天竺三藏真帝 真帝有沒有 真帝它是什麼 什麼身分啊 師傅介紹過 真帝是做什麼的 你不要告訴我真帝就是翻譯解結晶的啦 真帝是做什麼的 張明鎮知道嗎 那你怎麼沒麥克風啊 你的答案是對的 我希望雲端的大德能夠聽到您的答案 真帝是代表古為世的一個翻譯的一個經解身 就是那個為世的古 那個古為世的 是古嗎 還是金學 金的話是玄壯大師嗎 山上玄壯大師 錯 創立者是陳那 我現在不是問陳那 我現在問的是真帝 那你是對的 是古 古為世的 古學 語協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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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陳那是創立 是為時金學 對 後來玄壯大師接續而下 好 然後 山上真帝在陳國的保定年間翻譯解 潔經相當於就是潔生蜜經前面的良品 所以這個是潔藝版 為什麼有潔藝版 因為它重要嘛 對吧 再來 於潔師帝論 於潔是 為世中的根本經典是哪一部啊 為時的根本經典 你不管語協古學還是為時經學 解生蜜經 解生蜜經 還有另外一部是什麼 那是論 我說的是經 入能協經 剛剛有講 對 對 好 所以論柱的話則是語協師帝論 那你看喔 我要 我這應該要標紅 我忘了喔 於潔師帝論 這麼根本的論點 他在75卷到78卷 這四卷裡頭 引用了全文的解生蜜經 序品 序品 除了序品以外的其他七品 本來 total是有八品 就是語協師帝論 引用了解生蜜經的七品 除了序品以外 吳卓大師的色大寸論 筆果智芬引用了序品的前半段 所以你看他造成互補 看到嗎 一個是掠除了序品 可是吳卓他是引用了序品的前半段 世青是色大寸論解釋的事 引用心意識品 心意識相品 幾乎全部 整個品通通都進來了 所以節期的時候是解生蜜經跟入能潔經是同一個時期 然後入能潔經也是 就是彌勒於邪型派的根本經典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兩部 維食的根本經典了 那像社大寸論 他的身份是什麼 於邪師帝論我們知道他是根本論點嘛 對吧 社大寸論呢 也是根本論點 也是根本論點 所以 於邪 那個維食有六經十一論 六經十一論 下個禮拜會就會提到這個 所以你現在先不用抄沒關係 能潔經 漢義為能潔阿巴多羅寶典 看到嗎 漢義為能潔阿巴多羅寶典 或簡稱為入能潔經 或簡稱為大乘入能潔經 他要強調他是大乘經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早嘛 他533 533年 那個時候一般人就還會誤以為 他是小乘的經典 所以他要特別指出來 他是大乘入能潔經 那大乘入能潔經 也就是我們說的能潔經 他說明清淨心 什麼是清淨心 什麼是清淨心 王滬宋教授 什麼是清淨心 師父 各位學長 大家 哪哪 廣阿巴乘 不是 chego… 一下念了 智慧之後 一下念文書法制針嚴 那我是王滬宋 那是這回答師父的提問 清淨心就是不失散不失200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那清淨心還可以怎麼稱呼啊 清淨心可以 如來臟心 就你剛剛講的平常心 還有六祖談經講的本心啊 對吧 如來臟清淨心 清淨為什麼稱為清淨 是他已經植入植驅中極本職了 本經說明清淨心就是再一次強調 他一定是不二中道的 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如來臟跟阿拉耶使的教義都會引用到能切經 所以能切經跟為時是絕對的密切關係 所以你看他說他是禪宗以及法相宗 法相就是我們現在的法相為時宗 經學的重要經典之一 同時呢 在中觀學派的論思清辨大師 他也援引這個解身秘經來解釋中觀的空義 阿巴多羅翻譯成為無上 無上又成為清淨入 而入並不是這樣子進入 入是強調 強調他的親近 再來這個很重要 解身秘經他傳達了重要的主題 佛就是諸佛內置正 什麼叫內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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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一個例子 前幾個禮拜師傅不是講 阿彌陀佛是什麼生啊 爆生他的暴徒是什麼 極樂世界他為什麼要有暴徒 我請問你 他發願 可是他發願為什麼要一定要有暴徒 他發願他也可以像是 那個釋迦牟尼佛這樣來到娑婆世界啊 或來到二維的空間的世界啊 他為什麼一定要有暴徒 而且每一位成佛的菩薩就是諸佛啦 他已經證悟到 歐諾多羅三美三菩提的這個諸佛 他一定有暴徒 為什麼 所以暴徒有兩個功能 一個功能彰顯我是內置正 我的修行的功力已經親近到 我可以感召一片暴徒 內置正 通常我們講這個都會講內置正法藥 那個藥是快樂的樂 內置正法藥 所以這個暴徒就是來彰顯 讓每一個人知道 我的修行的功力就已經達到了內置正法藥 如果用文書的語言的話 那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達 內置正就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解身密經它有多深呢 你看 它要傳達佛不可思議的這個致敬 致敬就是聖人所達到的那個境界 沒有辦法講出來的不可思議的這個境界 我把那個暴身講完了等一下又忘了 暴身除了彰顯佛的內置正法藥以外 另外一個功能 教化即將證物成佛的那個菩薩 所以佛土就是極樂世界佛國 我們一般人能不能上去聽文經法 為什麼不能 他門他有門有鎖著嗎 你想想看我們的能量現在很低啊 所以我們沉淪在三圍空間嘛對吧 然後諸佛如果正物成佛他到了多少能量界啊 一千能量界喔 菩薩要正物成佛菩薩在多少能量界啊 九百 這個能量界好像那一天馬顏如你好像沒來 你有聽到這一個嗎 能量圖 有聽到喔太好了 太好了 你那一天為什麼沒來啊 家裡有事搬來這裡坐嘛 坐不完師傅幫你忙嘛 你終於學到了 你做不完的事都儘管帶到教室來 師傅幫你做對吧 師傅方法很多耶 真的耶 好那所以除了內自正法要 彰顯自己的修行境界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教化諸菩薩即將證物的 譬如法雲帝十帝菩薩對吧 他馬上就要證物了 都在那 為菩薩講經說法的地方 就是那個暴徒的功能 對 好所以內自正就是不可思議的 用語言沒有辦法傳達出來的 我先我這邊我再串插一個重要的那個概念喔 就是文書他是特別強調 一定要進入洞中禪定 文書是那個靜態的禪定 文書認為那個只是給一般根氣的 文書稱那個叫一行三昧 就是你的心還有心衍生出來的形象 心就是走入那個心 心以及心衍生出來的形象 你還需要止靜在一個地方 那你就太low了對吧 所以文書特別講 他說你應該要學習洞中禪定 如人學色 他說就好像一個人他學習射箭 剛開始的時候一定要看著那個靶心 所以那個時候是一行三昧對吧 一直看著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他說如人學色久習成巧 久了以後他是習慣的 根本都不用看 這就是你在洞中的時候 你自然學習有那個方法敲門 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洞中禪定 好 所以解釁魅金很深 是他來傳達不可思議 語言沒有辦法表達的佛的智慧彰顯的那個境界 他說無可顯現嘛 沒有辦法彰顯講不出來 只有藉由視鏡才能夠彰顯 那個為時的同學來解釋一下什麼是視鏡好嗎 一個你看嘛 這兩個必然有關 這兩個必然有關 視鏡是內視鏡 視鏡是外面從外面來解釋 嘗試著解釋 解釋魅金他的 他的甚深之處 所以什麼是視鏡啊 所以你看喔 視鏡是這樣 我們透過解釋魅金 因為太深嘛 一般不容易懂 所以他還是鼓勵要從視鏡境界嘛 從現象界 還有六十 透過就是眼耳鼻舌身 所抓取的 所攀緣到的這些境界 他說我能用視鏡 就是我剛剛講的 待會會有冥想解說視鏡 像三鏡為食三鏡有沒有 那就是屬於視鏡的一種 的明言 上個禮拜張兆玲講明言 我相信禮拜四的同學根本不知道 明目跟言句就是一句話 就是一段文字叫做 或者是term term中文怎麼講 明相都可以說是明言 譬如說吧 你看無法 三自信 二無我八十 這些都是視鏡 所以我們在講 就是大乘玄論 是加祥幾丈大師的大乘玄論 他說佛性的一名詞 來你們很會講 來說說看 佛性的一名詞有哪些啊 法性 法性 手嫩顏三昧 實際無助 獅子吼三昧 非常好 獅子吼三昧就是入能解經 能解經就是在獅子三講的 好然後 手嫩顏三昧 你講過了 法戒 一道一蹭 對 一道一蹭 對 好 那分類 法華經講的是什麼 非常好 張明正 好 華言講什麼呢 法界 還有呢 法性 非常好 我的徒弟在北京那個在華為工作的那個他的法號就叫法性 對 好那還有 維摩節經講什麼 無助無相 文書的經典喜歡用什麼 實際實性 好 那你看到喔 這邊拔式 拔式 這代表哪一部經啊 在佛性益名詞的那一大套系列裡頭一定出現拔式 拔式指向哪一部經啊 能解經 能解經 所以能解經一定是跟維食密切相關啊 對吧 能解經就是在闡述拔式的種種不可思議啊 他不是闡述說拔式還有三意涵三能辨不是那麼粗淺的東西 他是彰顯拔式的不可思議啊 所以拔式這個就是能解經 所以你看到施物特別把它列出來 這應該都整個都紅 但是太紅了嘛 對吧 人讀解身密經的方法 你要由視境 就是由現象界的視境 從六十的視心所彰顯出來的這些境界 才能夠彰顯至敬 因為我人的根器還沒有成佛嘛 我們沒有辦法直擊至敬 所以這個時候六十的了別 還有第八阿賴也是初能辨 第七摩那是什麼能辨啊 四能辨還有第三能辨是了別能辨是哪一個 第六十這三個分工合作才能夠展現現象界 所以我們要透過視境去探究至境 所謂彌勒於解古學 這是彌勒無於解古學的立場 就是說我們解我們研讀解身密經 就是要從視境去理解至境 這是彌勒他所強調的 然後說如果把視境外界的這個視境 跟視境完全比附為萬法為實 就是視境、致境通通認為 這就是所謂的萬法為實 他說那這樣子恐怕到最後 你也只認識視境而已啊 因為你就根本不知道視境跟致境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嘛 所以解身密經為什麼那麼重要 解身密經就告訴你 你不能混為一談 你不能萬法為實 四個字就打垮所有的啦 他說如果你把它比附為 視境跟致境就是萬法為實 這四個字就要解釋掉的話 他說唯恐最後 你也只認識視境 他說那這個就不是陳納的板懷了嘛 陳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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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納是誰 為實經學的創立主師爺 也不是玄狀所傳授的 玄狀他傳授解身密經 也不是這樣子傳法 一定不是把它比附為萬法為實 這個非常重要 接下來就是明相解說了 禮拜四的同學很怕明相 其實你一點都不用怕 你不要去死背 你看失誤從來都不背的嘛 對吧 你要去理解 上個禮拜我把那個 為實五位 我先來介紹一下 知兩位是針對實柱實行 實回向 上個禮拜的講義有講 實柱菩薩他專注什麼 現在找恐怕太慢了 實柱菩薩專注釋相 就是還是比較淺的嘛 實行菩薩專注理觀 就是理 理則Logos 比釋相更高階 實回向的菩薩專注什麼 超越二元對立超越理事的束縛 所以我們學會超越二元對立 我們學會植入終極本職的唐奧 其實都還在知良位啊各位 都還在知良位啊看到沒 所以大誠菩薩真的很嚴 知良位你就得要這些 理則事官理官超越二元對立 你都要熟悉了 再來家行位 家行位是以福治當作知良 請你解釋什麼叫福治 福慧雙修 對沒錯可是你怎麼解釋啊 你怎麼 福報與智慧 對福報與智慧 對福報與智慧 可是這樣答案還很low嘛 對吧 所以剛剛書為什麼要問說 如果我說你要賠福喔 這個是表潛意還是聖身意 所以福就是代表你還在因果律 你受因果法則束福啦 譬如說我今生事業太不好了 每投資都虧本 那是因為我的因果是過去是我虧欠人很多錢都沒還 然後輪回到這一世我就沒有福報賺不到錢 這個是福 那你說 那你過去是欠那麼多錢 難道這一世都沒有翻身的餘地嗎 那你這樣學佛要幹嘛 是不是 學佛一定有 學佛不是叫菩薩來保佑你 菩薩當然你勇猛正經進菩薩保佑你 所以學佛就是要學那一套方法 然後我可以每天践行的那一套 所以怎麼樣把表潛的福報 昇華為這個智慧怎麼樣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事業上很慘 我們精靈不下去 譬如說現在全球又是那個什麼 叫什麼啊 經濟蕭條嘛 就不容易討生活 這個時候 你賠福很不容易 這個時候 學會怎麼把表潛的福報轉化為智慧 特別的重要 你看事務都沒錢啊 事務上個禮拜講過嘛 對吧 事務一毛錢都沒有 但是事務要做什麼都有辦法 就是師父把眾生的供養金 全部轉化為智慧 所以師父的福報最大 那有相賠福是因為你還落在因果律 你還被時間空間量數所束縛 所以你手上有一千萬 你永遠只有一千萬 要怎麼轉化呀 這就是禮拜課 禮拜四的課最大的重點 文書就講 有相賠福 有助量數 你還受到量與數的束縛 所以你要升華思威 升華思威幹嘛 升華思威超越有相跟無相的束縛 就直接轉成修慧 變成智慧了 所以你樂捐一百塊 有些人樂捐一百塊 他很怕人知道耶 他覺得這很沒臉耶 我有一個師兄以前也在這邊教書 然後有一天他看到我公告嘛 我已經從北大回來 也在這邊教書了 他也沒通知我 他就突然跑到我的教室來 那我的習慣是 我雖然都沒錢喔 我習慣是皮包裡頭一定有紅包帶 因為有看到出家法師 我一定會供養他 那我師兄來 我當然不是因為他是我師兄 所以我要供養他 是任何一個法師 可是我都想辦法要供養法師 然後我師兄來了 我那時候身上都沒錢啦 我又看看皮包 皮夾都通通都沒錢啦 我又想到我有零錢 就用零錢一大把 倒到那個那個紅包帶裡 供養我手 我的師兄 如果你們你們敢不敢這麼做 一定不敢嘛 這去笑死人啦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要放下的重點 這就是你要放下的重點 師父經常幹那個 讓人家啼笑皆非的事啊 這也是其中的一樁嘛對吧 所以為什麼師父 師父這麼有福報 是因為師父的福報都是 從有相賠福轉化為無相修會 這就是各位一定要學 一定要學耶 千萬不要在乎 我這只有供養五十塊就不行啦 誰說不行啦 五十塊很好用喔對吧 好 所以這個是佳行位 就是要用你修的有相賠福 跟無相修會的這個資糧 佳極的用功 然後你就可以進入賤道位 賤道位就是這裡 賤道位就是這裡 又稱為通達位 你看師父這邊加了一個花對吧 這就是我的超連結 我這邊一按的話 加行 加行到就進來了 四加行就來了 看到嗎 四加行 軟頂忍勢第一 四加行 又稱為四上根 是小秤的修行方法喔 所以這還是相當低的喔 是小秤的軟位 頂位忍位 世界第一 那暖位是什麼意思 身文就是小秤嘛 對吧 身文秤 身文秤的能量皆為多少啊 700 700 對他最高就到700 然後避之佛最高到幾百 800 對 依此類推 菩薩900 身文秤的行人就是行者 修行人 修五庭新觀 以及四念處之後 接著需要修四地觀 我從簡單的來 四地觀是哪四地啊 苦極滅道非常好 所以他建立修身文秤的人 要修五庭新觀 五庭新觀哪五庭 李秋蓉很久沒來了 兩個禮拜沒來了 上次五庭新觀 李秋蓉答對一個 第一個 不靜觀 有沒有 不靜觀來杜絕什麼 貪婪 非常好 第二個呢 慈悲觀 對 慈悲觀來對之什麼 對 非常好 好第三個呢 加油 什麼觀 就是你已經沒有貪了 然後你也 有慈悲了 對吧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因緣 因緣觀 因緣觀 那因緣觀來對之什麼呢 魚吃 對 第四個 你需要消業障 消業障是什麼 用什麼 對 對 蜀席觀對之散亂 那是最後一個 念佛 對 念佛 對 非常好 馬妍如 邱培你都答對 你前三堂課為什麼不回答 考考師父的功力是怎麼樣 對吧 這是大乘還是小乘的修行方法 小乘 對 好 四念促我們已經學過了 身 受 心 乏 這個四念促其實它還是有玄機的 最初的是身 所以你身還是要不進 對吧 你一下子就進到法 你做不到的 所以你看 學佛一定不要用背的 它一定有一套脈絡在走 身 受 受就是情緒 一定比肉身更細 對吧 肉身是物質 對吧 心當然也是感受 sensation 情緒精神還是物質 對吧 但是比肉體更細膩 身受心 心是不是物質 張明正說不是 張明正你為什麼認為不是 因為物質的話是有直愛性 心理論上是 他沒有直愛嗎 心比如說八識 八識裡頭有二種能量種子 善的能量種子 那是不是直愛 身受心 是 那必然是 那必然是 所以我再給你一個科學的論證 你看 191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他是量子力學的創始人 但是量子力學的得獎人不是他 他是因為發現量子跟能量有關 而得獎的量子力學的那個得獎是1921年的丹麥的物理學家 叫波赫爾 叫波赫爾 我現在要講1918年的那個得獎人 他叫Planck 所以我們還是尊稱他是量子力學的創始祖 對吧 他有一句名言 你一定要記住 他說心就是物質的母體 Matrix 心是物質的母體 Matrix 簡單的說 所有的物質來自於心 所以心還是物質 對吧 但是喔 Planck他真的是我看過那麼多的量子力學家裡頭 最值其終極本質的 因為他接下來就講說 他剛剛講心是物質的母體 他說但是呢 物質的背後一定有意識 你看吧 值其為食的要害吧 他說心的背後一定是物質的背後一定有意識 還有心靈智慧 心靈智慧就是根本智啊 你看他 那個科學家太有智慧了 太有智慧了 好 然後我們繼續喔 接著需要修四地觀修完了 當無肉之火 將要升起的時候 這都還是在有相嘛 對吧 有肉的修行 然後推進到四地觀 就慢慢要進入無肉之 當這一個 你有沒有聽過密教有一個修行的方法 叫灼火 對 那灼火修得很好的那個LAMA 他們在雪地裡 都還是穿那個露背裝啊 這裡都露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露肩 對 然後都只穿一件而已啊 我曾經 我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看我師父的簡介 你就會看到 師父曾經為那個密教做集席翻譯 其實密教的法王 你們有沒有聽過睡覺法王 沒有 他為什麼叫他睡覺法王 是因為他在睡覺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也能夠降服自己的煩惱 所以他二六時鐘都在修行 叫做刺青法王 又稱為睡覺法王 然後他帶了那個120位LAMA來 來台灣弘法40天 師父是擔任那個集席翻譯嘛 對吧 然後法王的千金仁波切 康卓仁波切 他是仁波切 認證的仁波切喔 那英文當然非常流利啊對吧 然後他們回到印度 他們都是在印度 不是從西藏來的啊 然後 康卓仁波切跟師父有E-mail往來嘛 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介紹一個Campbell 你知道Campbell跟仁波切有什麼差異嗎 仁波切是尊貴的法師嘛 Campbell就是比那個仁波切更高一階 就是說他的知識結構 他的修行的功力比仁波切還要更高 然後再上去是誰啊 是什麼結尾 格西啊 格西 格西就是博士啦 對但是他們的博士是很嚴 不像我們顯教的博士 因為他們要辯經嘛 辯論啦 辯論就是我的理論要能夠 不一定是要打敗 就是說我又有辦法 推翻你的錯誤的知見 這個是來培養獅子猴 獅子猴就是當大家群體攻擊你的時候 你為了正法久住 你不會退轉 所以他們一定要辯經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個Campbell 他是從法國來 他是西藏人 他是在法國弘法 那他要蓋佛學院嘛 已經蓋到一半但是沒有錢啦 所以他就 就是法王的女兒就 問我說可不可以接待他 然後帶他去四處去弘法 在台灣四處弘法 那我眾生就會供養嘛 那供養了以後就可以 來蓋那個佛學院 那我就說好 那個時候冬天耶 冬天耶 他也是這邊 他常連這裡都不穿的 他都只穿一件 我問他說你這樣不能嗎 那時候我還沒出家喔 他說不會冷 他說不會冷 他說以後你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你知道嗎 因緣是不可思議的 師傅不是有講說 師傅有教那個 有一門課叫 中英生救度密法有沒有 是Campbell仁波切傳給我的 因為那個不是任何人 就是去學他就願意傳給你 不是 他就是看好說 你是完全發心力他 我帶他到處去弘法 那個鈴鳩山啊 鈴鳩山很高對不對 他也是每天都是這樣子 這邊都 他總是只穿一件 然後我們走了好多的寺院 洛本仁波切在台南那裡 我們也去了 然後我就說Campbell Campbell就是標準的 他就說他修灼火 所以他就不怕 濁就是笨濁的濁 所以禪定可以讓他溫度提升好幾度 他不怕 然後他除了傳那個 傳那個中英生救度密法給師傅以外 他還有給我法本事 因為他說你將來一定是國際間弘法的人才 所以你要學那個語詩子話語的語 講話那個話語 語詩子的那個文書的法教 你這樣子你弘法變才無外 而且你可以會好多國家的語言 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就是因緣對不對 你是求不來的 你是求不來的 對 好 所以暖心就是灼火起來的時候 心中光明啟發的時候 名為暖胃嘛對吧 溫度提升好幾度 就大乘的修行而言 你注意到弘志 以佛覺為己心 意思是什麼 我的修行的目標 要能夠覺悟到可以成佛 這是暖胃的目標 如果能這樣著佛自然起來就成為暖 第二位是鼎位 進而智慧增長了 達到最頂點就成為鼎位 就大乘而言 是以自心成佛 看到嗎 這邊是佛覺為自心 昇華到鼎位的時候 自己可以由內政出來 就是說內在的覺醒生起來了 就是以自心成佛 有如登道高山 深入虛空 然後這個沒有任何障礙 叫做鼎位 所以這都還沒完 這都是叫做四加行 四加行總是有四個嘛 第三個是忍位 忍 你們認為忍就是把他忍住嗎 是嗎 我們很多夫妻都是 夫妻吵架床前吵架 然後我說那你怎麼做到 忍嘛 結果有一天發現他們突然離婚了 為什麼 他說我不忍了 所以忍那樣子的忍不對 不是這種忍 忍會爆發 對吧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忍 進而要修四地 四地就是苦即滅到 他的心非常的堅定 決定不以名為忍 所以這個忍 佛教給他一個更精準的名詞 叫安忍 有聽過安忍嗎 對 安忍 對 就達成而言 他是達到的無所取 無所取 你看師父的手 所以我說要來上課 你在雲端看不到的 你看師父說這樣 我抓住了好多喔 對吧 全會名利王教授 全會名利 通通都抓到了 那你說這樣對不對 你是不是抓到很多啊 是不是抓到很多啊 沒有啊 為什麼 你失去更多嘛 因為你只抓到兩個 手掌心的東西嘛 謝謝你 對吧 所以要怎樣 放開 你放開以後 你抓到什麼 整個宇宙都是你的 這樣可以懂嗎 這樣可以懂嗎 這多重要啊 食物不就是視線 我完全的放開 我的手上就沒有一毛錢啊 對吧 我這樣子抓住的話 雖然 the four point 因為the four point 就是全掌心 那都是你的 這個也 the four point 全掌心都是你的 但是你還是只有兩個掌心而已啊 對吧 那所以 要放開 這個叫放手的祝福 轉身 你就成就 你過去做不到的所有的 全貴名利 所以 無所得 無所取就是無所得 順人 無所取的心性 名為忍 暖位以佛爵為己心 這剛剛講過了 頂位是以自心為佛境 忍位則是決於忠道 你看 你要成就更高的權貴名利 你除非你立即在忠道 否則你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 王滬中教授 為什麼我一直稱他王滬中教授 因為他也在國立 國立 國北戶 你們學校太長名字了 國北戶 在國立護理健康大學教書 對 那請你回答 那你就問我 問題是什麼 因為 師父各位學長 王滬中教授 因為我剛才真的是 恍神喔 對 就是師父剛才講的那個 因為 講的東西 太形象了 根本就是在講你 沒錯沒錯 感覺有視線實力的一個機會 對 對 功德無量 對 然後呢 我的問題是說 你想要有更高的權貴名利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立即在忠道 忠道就是如如不動啊 對吧 忠道實相嘛 實相不就是終極本質嗎 是 對吧 那你不能只答事啊 為什麼 你的工 你的日常工作該怎麼做啊 才能夠進入忠道實相啊 應該是說對於就是 權貴名利這個部分 應該就是要超越二元堆利 只有這個是超越二元堆利嗎 其他都不用嗎 對吧 其他都給他繼續 二元要對立起來 應該是說做到 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大小事 都應該要平常心 對 對 不只是權貴名利 應該是所有的事情 不只是權貴名利 對 任何的一些 就像剛才師傅有提到的 不管是我們工作 或者是向來上課 對 訓練也好磨練也好 都應該是要平常心 要用平常心不起煩惱 對 那你們這個桃園幫 為什麼又推薦你來啊 你們桃園幫 你沒有好好的管教一下 個人造業個人堂 他們一定會聽到 因為要寫新的報告 因為要寫新的報告 對 個人造業個人當 然後等他要來上課的時候 師傅已經不講了 下午他們 好 世界第一 你看 更進而達到 有肉制的最終點 因為這要轉到無肉制 對吧 無相修會 對吧 那最終點就是世界第一 叫做世智沖變的最高位 就是世帝法的最高位 在世間有情之中最為殊勝 名為世帝一法 就大稱而言 則是迷失跟覺悟兩旺 那個旺什麼意思 兩旺是什麼意思 旺 兩個都要捨下 要放下 對 中邊不利 雖然沒有 還沒有到出地見到位的出世間法 但是已經到了世間最後的邊緝了 那就是世界第一以後就進入了無肉制 對 所以叫做世第一 所以世家行是排在什麼後面 排在哪一個修行方法後面 又忘了喔 資良位嗎 對吧 你沒有資良你怎麼加行 加行就是加碼 加碼學習嘛 那世家行有哪四個 暖 零 人 對 太好了 好那這個圓滿了以後我們就要進入 進入 抱歉 我那個超連結沒有 我把他連結出來沒有再把他連回去 我應該要再把他連回去到 就連回來這裡 加行位以後就是見到了 就是出地菩薩 體會到就是成佛 就是真如 所以他體會到真如 用根本智來照見理則 智照於理的意思是用根本智來照見理則 照見的意思就是彰顯 彰顯 manifestation 用根本智這個也不是普通智喔 是人人都有了根本智來彰顯理就是理則 logos 簡稱為道 然後通達位以後就是修習位就是修道位 二地菩薩到十地菩薩 為了要禁除障礙 所以需要反覆一直不斷的修這個道 直到他晉身為佛 舊晉位就是晉身為佛 妙覺佛正此 正到這個果位 最極清淨 清淨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更無友善已經沒有 沒有比這個更高了就是舊晉位 所以為食的五位 之良位 佳行位 然後呢 什麼位 通達位或者是劍道位 我習慣講劍道位 因為劍道位馬上就警覺到說 這個 這一個階位很重要 它是一個分水嶺 你看到沒 這邊還在加行還在加碼用功 然後這下面 你進入第三個劍道以後 就是你已經體會了真如了 接下來要怎麼樣 休息位 一直不斷的反覆練習 反覆練習 最後你才有可能舊晉位 這樣可以嗎 你說這樣有困難嗎 對嘛 所以怕什麼嘛 對吧 師父講這些名相是 是就是會舉正利利嘛 對吧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 他們很怕 他們很怕說 這個為食的名相很多啊 對吧 這裡師父講過 修理官修事官 然後修理事不二有沒有 好這個 這個都講過了 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繼續講那個 解身秘經的名相解說 剛剛的不一定是指向解身秘經 解身秘經有自己的名相 好 那休息一下好嗎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解身秘經的名相解說了 剛剛有講 製靜也有視靜對吧 有印象嗎 有 製靜指的是能觀的心 能觀的心 那英文是叫什麼 subject 主詞 對吧 然後靜所對待的法 法就是宇宙萬象嘛 所對待 是跟靜就是二元對立嘛 我能觀的 我看到這把傘 這把傘就是什麼 當然不是subject 拜託你台大的有入 台大的威名 這個我看到他了 他叫什麼 靜嘛 就是object 這個是受職嘛 我是能觀的心啊 他是被我看到的人事實地物啊 不一定是閃啦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他們是 智跟靜是對待的關係 對立的關係 所以靜有真靜還有望靜 真靜就是 你看著吧 真靜跟望靜兩種 望是智者所要斷 斷什麼意思 對 你不是真的把他打翻啦 你是不需要打翻他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需要打翻他 忘心嘛 忘心 本來就是不能有忘心嘛 對吧 文書不是這麼教的 文書說 你要留著火口啊 好用啊 你轉化他成為菩提之良啊 對吧 你幹嘛把他敢盡殺絕啊 對吧 所以你說文書厲不厲害 太厲害了嘛 對吧 所以為什麼文書是點子王 你沒有辦法考倒他 他的靈活度 因為他誰都可以包容 對吧 風花雪月風情萬種 他都允許千差萬別相 對吧 你看他文書 他那個 還到那個波斯利王的王宮 去跟宮女鬼混三個月啊 人家那個什麼 寺院裡頭都在結夏安區啊 夏安區就是寺院 農曆寺院開始在印度都下大雨嘛 夏大雨那些螞蟻啊蛇啊都會跑出來 那以前的那個生團都是一兩千人啊 然後他們都是脫波嘛 沒有沒有自己做份嘛 然後一兩千人就會把那些 生物都踩死了 所以 釋迦牟尼佛就規定四月到七月不准脫波 就是在寺院裡頭安住禪定那個加碼修行 然後就發現那個文書不見了 也沒請假也沒報備 這在決心老早就開除了 決心真的很嚴耶 我們請假要請假條 報備 請假跟報備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你報備的話你所有的功課都得照做 你請假的話就不用做 每天都有每天的功課啊對吧 然後文書既不報備也不請假 就這樣消失三個月啊 那沒有人知道他他上哪 或者是他失蹤了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 夏安居的最後一天 他大大方方搖回來啦 然後修苦行最嚴格的是誰 大家赦尊者 他修苦行嘛一定是謹守戒律的 大家赦尊者就說 世尊這個人一定要把他秉出 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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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世尊又說你趕快講喔 你趕快講你去哪裡喔 你想世尊知不知道他去哪裡啊 當然知道啊世尊都有神通嘛對吧 你趕快講喔 你趕快講喔 要不然你會被秉出喔 我也拿你沒辦法 那你想文書會不會講 啊死不肯講 然後 世尊就說 時間到了時間到了趕快講 然後 文書就用左手 先用右手 畫了一千個大家赦尊者的像 一千個 在空中就出現了 然後 大家 他問大家赦尊者 要秉出文書的是哪一尊大家赦尊者 大家赦尊者一下子懵了 因為因緣是不是分分秒秒都在變啊 一秒鐘以前 大家赦尊者要秉出文書 也許一秒鐘以後他不秉出了 所以文書問他說 請問哪一尊大家赦尊者要秉出文書 這邊左手一揮一千尊的文書的像出來 再問大家赦尊者 請問要被秉出的文書是哪一尊 這個考驗大家赦尊者 你對因緣法有沒有透徹啊 法法都是沒有自信的對吧 所以你要秉出哪一個啊 後來文書就聽那個 世尊就聽文書已經教化完了 就把這個大道理教化大家赦了 然後世尊就講說大家赦 我跟妳講 妳們都在僧團結鄉居家井用功 這是佛所歡喜的 這不就是佛歡喜樂的由來嗎 但是文書他離開僧團 他到波斯尼王的皇宮裡頭 度化了五百位禪女 禪女就是宮女 禪就是一個密字旁一個禪 禪帶那個禪 五百位禪女 讓這五百位禪女 各個都達到阿彼拔制的地位 阿彼拔制是什麼意思 阿彼拔制菩薩代表什麼 不退轉地 這五百個宮女聽經文法以後 達到了不退轉地 所以他問世尊問大家赦尊者 你這樣是不是還要秉出文書 所以文書有非常多的行徑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是不是 所以文書又號稱麻辣先師阿 麻又麻又辣 對麻辣先師阿 對阿 對他的行徑又火辣又刺激阿 對吧 背後的生意很少人看懂 譬如說他葬箭殺佛有沒有 我這個例子我已經講過了 在這邊有講文書葬箭殺佛 拿著劍要殺釋迦牟尼佛有嗎 我在這堂課 喔星期四 星期四 對對 在儒混三昧經文書 有一次世尊講法好幾萬人聽嘛 其中有五百大菩薩也在聽經文法 然後世尊就特別強調 因果律因果不爽 明而不昧 就是這麼的公開明白不昧嘛 對不對 然後這五百位菩薩 他們過去都 喔還有世尊還有講 這五種人一定會下無間地獄 哪五種人 沙父 沙母 沙阿羅漢還有 出佛生雪 還有呢 破合合身 對太好了太好了你們太棒了 這五種人一定下無間地獄 這五百大菩薩他就想 我不就是那個要下無間地獄的嗎 對吧 然後五百大菩薩問說 是不能不能逃啊 因果我不想要接受 為什麼 因為就無間地獄嘛 分分秒秒都在受苦 那世尊就講個人照業個人擔 你應該要去受保 這些人他就害怕了 雖然他已經都快要證悟成果了 這個時候文書他是在 文書自從出家以後 就一直入定在什麼 手嫩顏三昧 因為當我們有以後有機會講能顏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裡頭就是提到大把大把手嫩顏經 不是手嫩顏三昧 然後文書就在手嫩顏的三昧就是定中 觀照到五百大菩薩即將要退轉 這個時候文書就站起來 從法會的現場站起來 然後走到世尊的面前 從他的佩戴裡頭 拔出劍 然後要刺殺世尊 世尊馬上說茄子茄子 不要衝動 不要衝動 為什麼要殺我啊 文書說 沒有殺者 沒有殺者 為什麼 我是殺你的人啊 可是有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五運假河嘛 然後也沒有被殺的你 因為殺與被殺只是二元對立而已 我是假河你也是假河啊 是不是 然後在二元對立當中 串接二元對立的那個橋段 也沒有啊 也沒有殺的動作 這個佛教稱它為三輪體空 可以懂嗎 三輪體空最主要是破什麼 破二元對立 破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 殺者 被殺者 架接殺與被殺 中間的這個橋段 都要放下 所以他說 這五百大菩薩 當然可以超越因果律啊 要怎麼超越 如果在因果的那個場合裡頭 這五百大菩薩一定要去受報 文書說 你當然要超過因果律啊 要怎麼超越啊 要怎麼超越 1 2 3 GO 這個很重要 你答對我給你三個法寶 這個無比重要 禮拜四我才講要怎麼超越因果嘛 這個人都答不對 他旁邊的一個正大的楊宗憲都答對 好來 師父吉祥 各位師兄 有請坐 對 弟者翁翠平試者回答 對 就是要超越時空的束縛 你說什麼 時間空間的束縛 超越 時間跟空間的束縛 超越時間跟空間的束縛 可是為什麼啊 因為這個 因為因果就是累積時間空間的造作 那你造成的因果 如果你超越了它 那就可以超越因果的制约 他用背的 他把师父的专有名词都背出来 还给师父 好 那所以我给你两个法宝 背的好 要听 这个很重要 要听 你怎么超越因果的制约 因果是不是 无始劫来 时间的迁流 对吧 从过去是我曾经是猪 然后轮回变成是牛 再来变成是法师 这是不是时间的迁流 第二个空间 我当猪的时候是在英国 我当牛的时候在印度 然后当出家人的时候在台湾 那是不是空间的位移 所以什么是因果 因果就是时间跟空间架构出来的里头的人事实地物 这样够清楚吗 所以关键点是时间在迁流 空间在位移 你一定要掌握住 所以你如果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你自然超越里头的人事实地物 对不对 因为你时间也变了 因为你时间也变了 空间也变了 对吧 再考一题 给你四个法宝 可见更困难了 对吧 就说我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我超越这个束缚了 这种制约了 那我请问你 因果律 是不是 还在不在 1 2 3 go 文书讲说 你必须要超越因果 要不然你就是要去受报 对吧 那怎么超越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的制约 那太好了 那我请问你 在这样子的大前提之下 因果还在不在 怎么知道 那搞半天你干嘛要超越 所以你看学佛 是不是跟对师父很重要 他帮你解释的特别的清楚 好那你说在 那你说说看 你心里就想 哎呀早知道我就不要回答 四个法宝 四个法宝等着你来拿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 往哪微轟轟轟轟 弟以臣民试着回答 就是在现象界中 因果律是一定存在的 就是因果不媚 对 但是 最性本空意中 超越 师父刚刚说 他说的超越时空那一些 是立基于如如如不动的终极本质 而言说 对 对 好像也是名相号名相 谢谢师父 对对非常好 百分之百正确给他掌声鼓励 这个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比如说吧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说应该要超越烦恼 怎么超越 超越二元对立 对吧 超越善恶 你就超越执着的烦恼 所以当你超越善恶的时候 那个善恶还在不在 他当然还在啊 所以你把这个道理想得很清楚的话 当你超越因果 你杀人的那个 那个因果还在不在 还在啊 那为什么你 因为超越因果 因为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你强大起来 你的生命力强大起来 再也不畏惧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蒋荣立 蒋荣立就是戴粉红色口罩那位 他的哥哥就是沈荣海 沈荣海得癌症了 然后他说以前的沈荣海 就什么都怕 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他说奇怪 我哥哥怎么得癌症以后 反而都去上课都不怕 原来他从师傅这里学到 大无畏心的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他的那病好得很快 那个邓炳坤 你应该要向他学习学习 对 超越二元对立 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当你超越二元对立的时候 那个干扰你的东西 都还继续在 可是那你为什么会 有大无畏心呢 因为你再也不受到那些 干扰物的束缚嘛 就像师傅讲 我以前在英国学禅定的时候 旁边那个琴房 老在那边弹钢琴嘛 对吧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受他极度的干扰嘛 后来我自己找到方法啦 一念 专注 一念那个念头 锁住那个琴的声音 去关注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一定要弹钢琴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吧 然后为什么 钢琴的声音会干扰我 因为我的大脑里头 受性人和的制约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干扰源 现在因为师傅还没有时间 跟你们分享那个大脑的运作 你即便你现在会禅定 你还是茫茫淼淼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特别清明 一下子我又特别的混沌 对吧 所以学佛一定是要多元面向 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因果是不昧的 这些大菩萨 还是得要去受报 然后你就说 那讲半天这样有什么用 还是得要去受报 而不是说 这个因果就一笔勾销了 不是 他还在 就像我刚刚讲的 对 那个甘情声音还在 可是你完全不受干扰了 原因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杀了人 你就要到无间地狱去受报 那你说那这样子佛法有什么用 没用 对吧 你刚刚的四个法宝 你继续发言 很困难 不会困难 你说说看 你看 有一句祭语 他刚刚有还给我 叫因果不昧 因果都还在 你该受报了 你还是得受报 但是罪性本空 罪性那一个佛性空性 实性本性 他本来就是空性的 他没有干扰到你 你要知道 虽然你看起来你以为是你犯罪了 但是罪性本来就是空性的 他没有干扰到你 所以你尽可能的你要超越二元对立 所以书有一句圣言语录叫 烦恼天天有 超越就没有 所以超越了以后烦恼就烦恼 他干扰不到我 一样 因果 我杀了人我应该要去受报 那你说那这样受报有好一点吗 当然有啊 你们能不能取一个例 懂道理的受报跟不懂道理的受报 那可不 很大大的不相同啊 不同风情啊 这个人你们都认得啊 礼拜四的同学都认得啊 我讲过的N百遍啊 奥地利的异议治疗学之父 Victor Frankl 佛兰克 他是一个犹太人 然后他在二战的时候 他被抓去 犹太人嘛 一定是被谁虐待啊 纳特 对 希特勒抓去 关在那个 毒气室 他的家人都死了 都是直接就拖到那个毒气室 就没有再回来 只剩下他 还有他的妹妹 当时他也以为他妹妹死了 所以他关在很小的那个疗房里 那个那个囚房里 然后他就想说 也许下一秒就是轮到我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这么想 会啊 每一个人都会想 下一秒也许就是我 他说 我活着到底意义在哪里 我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生命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不想要被毒气 那个那个毒死 那我不如去死啊 一死就百了百了嘛 对吧 一了百了嘛 所以我 我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一定跟毒气没有关系 所以毒气干扰不到我 这个让他豁然开朗了 就说 我为什么要怕毒气室啊 我不用怕啊 因为我不是为了毒气室而活嘛 一个人很害怕的时候 他的能量阶位在多少 200以下负能量 Victor Franco 他经过自己思考清楚了以后 他说 这个毒气室与我无关 他立刻升起了正能量 正能量是200到700 正能量喔 200到700 还没有进入阿罗汉喔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那我要想 我虽然在这里被关起来 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来帮助别人呢 他进而想到我怎么立他 在小小的囚房里头 他从害怕的囚犯 转身变成我根本不害怕 因为那个跟我无关 然后 现在又想到 我要怎么样可以来帮助别人 所以他的能量 继续往上提升到高能量 所以 多少次 那个狱卒来抓人要去毒死的时候 都刚好错过他 他会像吗 不是 你忘了 你忘了关机 对 好 所以 他后来他就 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医生 后来纳粹知道他是一个医生 就把他留在狱中 帮忙看病 到 纳粹二战结束了 他自然获释了 对吧 所以他就在维远纳创立了 叫做异议治疗学 这个心理学派 然后 帮助非常多的人 他说 爱与苦痛 是不是对立 对 爱与苦痛 的这个对立 来彰显你我存在的意义 比如说吧 释迦摩尼佛 虽然贵为皇宫的王子 他在爱的环境里头 他不会觉醒 他什么时候觉醒 看到东西南北城门外的 生老病死 他感受到痛苦 所以痛苦容易帮助别人觉醒 但是你没有爱 你就没有希望 爱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是一种共鸣 是一种同频共振 所以他说 爱与苦痛 帮助人觉醒 了知生命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鼓励大家 你一定要去发现 你生命存在的意义 而师父的座右鸣 是在他 出家座右鸣 师父的出家座右鸣 是在他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太讚了 在别人的需要上 像我刚刚休息的时候 我说我去跟邓炳坤大菩萨谈心 然后他就讲说 他有心脏病 我说那你应该要早一点跟师父讲 师父可以为你加持 可以为你回向 在别人的需要上 在邓炳坤大菩萨的需要上 看到师父我存在的意义 简单的说我的出家 没有一分一毫是为了我自己而存在 所以我可以完全没有 没有一分钱 我完全没有到场 但是你看师父活得多 潇洒自如啊 对不对 就充分的体会了意义治疗学 他的治疗的方法就是用爱跟苦痛 让当事人去体会到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在讲北京大学有一个心理学的博士 叫李华芳 你知道我们拿博士学位一定是 博士生是任何时候你都得上课 你的那个学分满了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一个资格考 开始写论文 论文你要经过两关 一个是欲答辩 成功了以后就是最后的答辩 你开始通过欲答辩的时候 你就叫做博士候选人 那个以前你都叫做博士生 所以差异是在这儿 然后李华芳博士 他心理学博士 所以他一定是最清楚自己的心理状况 他在他的博士论文最后答辩的前八个小时 从宿舍楼跳楼死亡 请你告诉我 这怎么一回事啊 不是心理系的这个大博士 不是就是来治疗心理疾病的吗 你想是怎么一回事啊 1 2 3 Go 为什么那么大的讽刺啊 心理学博士在最后博士学位 达辩的前八个小时 从宿舍楼跳下 一命呜呼 为什么 你这个一定要想得很清楚吗 对吧 你想得越清楚 你越没有烦恼 所以师傅一直讲 为什么文书的义理要如此的深化 为什么 不是浅浅的讲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讲 讲到让每一个人都听不懂啊 对吧 为什么 1 2 3 Go 是好像第二次了 对不对 再来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李华芳博士 他是心理学 为什么他是 他跳楼啦 欸那个 沈荣海跟我讲 他要练习讲话 以及各位学长 非常好 我是沈荣海 好 弟子来试着回答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 对 非常好 应该是他没有践行 没有证悟 然后碰到境界来临的时候 对 就自己就先倒了 就害怕了 对 害怕 让他彻底的崩溃进入负能量 对吧 多少的负能量会死亡 那天师傅放那个能量图有讲 互联网时代 每一个人都冷漠无情 宅男宅女很多 那是已经达到了50 那个负能量图的最下面 多少 他会死亡啊 欸 你不要继续答喔 你继续答嘛 多少 多少 20以下 你确定吗 印象 印象 你有没有确定 没有 没有确定喔 你应该确定 因为你的答案就对了嘛 是 是 对 所以信心是什么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信心是正能量 对 差一点点 你还是有答对啦 待会给你爸爸 好 所以你看 一个人的能量多重要 能量的高低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哪里啊 所以能量的高低建立在心 我不能说你错 但是你的答案太粗了 那他也有心 李华芳也有心啊 那李华芳为什么要跳下去 所以可见是不对 太粗了 能量的高低建立在 知见的深化于佛 你认识知见是不是正知正见 你是正知正见 你永远都至少在正能量 像师父一定是高能量 我敢保证我的课堂必然是高能量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鼓励 那些云端的大的朋友 应该要下凡呢 为什么 因为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超越二元堆立 超越二元堆立自然进入高能量 你如果有超越二元堆立 你不容易起烦恼 你如果有超越二元堆立 你不容易生病 对这个就是你修行非常重要的目标嘛 对吧 好来 接下来 致敬已经讲完了 敬有真心跟 真净跟妄敬 妄是智者他所要超越的 真呢 真净则是 真净就是致敬 真净是智者要证悟的 所以刚刚讲佛的内智症 就是证悟我修行的真净 因为我已经超越了妄境的干扰 恶无我 一直人无我跟法无我 人无我我就是了 了知五蕴色受想行时 它是假合的啦 就是我 我七十几岁了 这个身体健康 其实我的色受想行时 也是假合的嘛 对吧 所以 人无常依的我体 你看 人无我强调的是我体 法无我强调的是什么 体的用 你要怎么进入体的用 了知体的用 了解诸法因缘合合而生 这边是了解什么 人无我是了解什么 人无我是了解五蕴的假合 法无我是了解因缘的合合 这两个是不一样嘛 对吧 只是了解诸法因缘合合而生 所以诸法没有实在的体用 都是因缘而生的 没有自信 没有一个是实在的 因缘合合而生 以为实的那个庄有名词 怎么说啊 哪一个人讲的 一他起 张明正太好了 张明正 你每一堂课都有答对 但是你没有来拿那个法宝 诸法你有带吗 有喔 好 你们要自己来拿 因为师父就没时间照顾到这里 你们答对了就赶快 不是那这是你的圣旨嘛 对吧 对你都忘了 对 对吧 体用 真如就是法身嘛 对吧 是体 我们在那个大乘旋论里头 他也有提到真如啊 就是佛性的异名词嘛 对吧 真如法身它这是本体 可是佛教讲的本体 跟哲学的本体不太一样 佛教讲的本体 不是说这里有一个法身喔 他不会变异 他也不会坏的喔 不是这 是他有这样一个特性 他不会变异 现象是应身佛 他是用 是法身的 对 大力大用 对 体用就是由真如法身的体 本体本体所生起的种种度重的善巧方便 叫做用 叫做用 这样有身吗 有 有吗 他说没有耶 那可见你应该要坐到他旁边嘛 对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生啊 这没有一个字你看不懂嘛 对吧 你每一个字都看得懂 而且师父都讲得那么白了嘛 对吧 回去再复习一下 消化一下 好 现在这一个 刚刚讲致敬 什么是致敬啊 什么是致敬 什么是致敬 王沐中教授 你看完了 你来讲一下 致敬不就刚刚师父介绍的人 那个就是致敬嘛 来 師父各位学长 王沐鳖下四題 好 就是自己 自己证悟的一个 静related 之内证 一个境界 像在殴 然后呢 然后 他这个境界应该就是 有p 有真 有鸮 还有 有忘境 那忘境怎么处理 忘境其实就是要把它超越 要超越 真鏡呢 真鏡就是要拿來證物 對 太好了 給他掌聲鼓勵 對 真鏡就是要給他證物 妄鏡就是要想辦法要超越 對 好 那現在講視鏡 那個致鏡跟視鏡是相對的 視鏡你看 當視這個時候是第幾時啊 第八時喔 第六時 當然是第六時 因為第八時它是本來就在那兒的嘛 對吧 第六時升起的時候 必然有境界被視所緣 所緣是什麼意思呢 所攤緣所抓取 視是能識 近視所識 能識就是什麼格啊 主格 近界 近界就是現象界是什麼格 受格 所以這就是主客觀的關係 有沒有 這是主 近界是客 然後有實跟甲不同 所以呢 視鏡有三種 以下就是要介紹三種 所以我們先要把這個視鏡 理解得非常的清楚 要不然下面 你會混亂喔 視鏡就是當第六時升起 你知道阿賴耶什的運作 上個禮拜我不是講說 現象界怎麼出來的 現象界是三能變的成果展現 哪三能變 哪三能變 初能變是什麼 第八時 第八時 四能變呢 第七時 然後呢 了別能變是 第六時 好 所以你必須要先了解這個 他的運作 而不是只是說 八四加七四加六四 然後這個攝影就出來了 不是這樣 這樣子你永遠學不會為實 為實你要先知道 大倉庫是 第幾時啊 第八時又稱為什麼時 寒常式 因為他寒常所有的 我們的行為種子 然後呢 他有幾個特性啊 異熟嘛 異時而熟 異地而熟 乃至於還在熏息 再來他有三個意涵是什麼 能常 能常什麼 能常什麼 張明正 對 能常所有行為的能量種子 然後呢 再來 所常 好 繼續回答 所常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對所常跟職常搞不清楚喔 只是那個名相背的很六而已喔 所常 張明正在笑 所常是什麼意思 師父 找一個人救你好不好 找胡佳培好不好 找胡佳培救你好嗎 好 來 欸 萬物中 你把那個拿來給美女 在解釋蜜經當中 他是把那個 阿陀那士跟阿奈耶士 他基本上解釋蜜他是講阿陀那士 所以他這個阿陀那士 他有三個的重要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直受我們的更生 運運更生 第二個特質就是 我們會 他會支持種子 就是阿奈耶士裡面設長的種子 再一個第三個就是 他會直取結身相續 直取我們更生期間 當我們要 這一期壽命境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 我們的 隨著我們的愛曲 他就會 他就這個 阿陀那士就是阿奈耶士 他就會直取這個結身相續的作用 這是三個主要的功能 好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好 胡佳培有提到 就是阿陀那 上個禮拜師傅也有提到阿陀那 阿陀那 阿那耶士又稱為阿陀那士 可是阿陀那是代表什麼意思啊 阿陀那是代表直持 就是支撐著你現在有好的身體 支撐著你下個禮拜要開刀 他支撐著你想什麼向什麼 那個叫做阿陀那 阿那耶士他有三個常 三個常 一個是能常張明正你講過了 能常什麼 常所有行為能量的種子 第二個所常 什麼是所常啊 就是第七阿那耶士 第七末那時 他不是執著於八時是我嗎 對吧 那他所認知的八時所常的這些種子在哪裡啊 位置在哪裡啊 那就是所常啊 第三個是直常 你們最喜歡的我愛直常 還是正在第七末那時而言嘛 第七末那時知道 第八阿那耶士的位置在這裡所常 所以我每天很省思量 一直想這是我這是我這是我 執著於我所常的那個東西 就叫我愛直常 所以現象界之所以能成為現象界 並不是只有阿那耶士就能夠成就現象界 不是的阿那耶士我在這邊 我應該要跟各位分享榮格心理學家 他是一個瑞士的心理學家 他對韋石的認識 你一定不能小看他 他不只是對韋石啦 他對中英生救度密法 他也是熟到不行 他說韋石那個第八時的種子 含藏了所有的我們的那個能量的種子 都在阿那耶士沒錯 但是他要通常平常他是怎麼運作的呢 第六時透過眼耳鼻舌身去接觸什麼 六成鏡哪六成鏡哪眼對什麼 射然後射受響行時一接觸馬上 什麼會起來 眼耳鼻舌身去接觸到六成鏡 射身香味醋 升起什麼 是在這裡 諸世升起的時候榮格 他說這樣子的解釋太不容易了解了 他說你應該要理解成為什麼 這一鍋是阿那耶士 裡頭滿滿的能量的種子 當我的第六時沒有去接觸色身香味醋的時候 這個種子是在這裡沒有動 他等著要被抓去 當我我的色身香味醋去接色 Sorry 當我的那個眼耳鼻舌身去接觸色身香味去 這個時候世升起這邊做了什麼動作 朗線 朗線出來 朗線出來跟第六時的動作相關的 這個就是來讓你知道接下來的現象界是要怎麼樣 這樣夠清楚嗎 那榮格用了朗線這兩個字 我認為是特別形象 所謂的形象就是說特別能夠幫助人 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否則你很容易誤以為 第八阿那耶士直接就投射出來 那就是現象界啊 是不是 你就會誤以為這樣子啊 對吧 十五那個紅心圖 不就是三的種子二的種子 然後十五一按 三的種子就跑出來變成順境什麼貴人啊什麼啊 很容易誤以為說 是阿那耶士投射出來 其實關鍵的重點在哪裡 第六時的眼耳鼻舌身譽 抓取六層鏡 立刻升起十跟這邊相應 可是那這個時候第七世在幹嘛啊 第七世是分分秒秒都在 分分秒秒都一直認為那是我 你如果沒有第七世的執著的話 你也不可能生成現象界嗎 你還是停留在種子的狀態嗎 所以為什麼才說初能變 他還是能變呢 是能變 再來了別能變 對 三個必須要一起工作才能夠產生 產生什麼 現象界 好這邊 食是能食 禁是所食 主客的關係 但是有食甲不同 所以分三種 接下來 性禁是指食有 注意喔 食有 性是食的意義 稱為禁的本體 禁體就是禁的本體 在這邊他主張 性禁是食有不虛的 不是虛妄的 性禁 注意 注意性禁喔 不是從心的了別 心這裡是指什麼心啊 不是從心的了別 第六十的了別 這裡失良呢 第七十的失良 然後忌妒而起的 所以這個性是食有不虛 而不是經過粗能變 吃能變 三能變 而起來的 所以他不是便祭所值 便祭所值 是不是三性當中的第一性 就是我所看到的呢 這些我通通都認識 這叫桌子 這叫電腦 這個叫做拜電 你迷失在象裡頭 而且這個象是你認為的 我說這是桌子 你說這是桌子 我說是椅子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所謂便祭所值 最應該要被迫的是他的象 因為他不是真正的嘛 他是從四星投射出來的 所以他是空中花也是兔子腳 兔子沒有腳啊 但是他想像兔子有腳就有腳了 性淨與有為無為染跟淨 這邊應該要一個斜槓 這樣你們才會清楚 有為無為是什麼 二元對立 染跟淨是什麼 二元對立 定善諸法 包括色身香味醋 以及真如法性等 這些實事的實理 性淨包括這些 性淨有兩個 一個是聖義性淨 這是只有智者聖者才能夠贈得的內政法藥 二兩個 第二個就是世俗的性淨 一個是聖義的性淨 一個是世俗的性淨 這是事實上的有 事實上的實有是什麼 我說這個是香爐 他就是香爐 這個就是世俗的實有 我說這是激光筆 他就是激光筆 這就是世俗的實有 那你說聖義性淨是什麼啊 智者他所證悟的 智者也看到這個香爐啊 但是他不認 他不見得就認為他只是香爐啊 他可以認為說 這個香爐就是引導眾生 懺悔施放負能量 誦經念佛慈奏 直到原正菩提啊 對吧 那我們凡夫就只會看到這個香爐 就說這香爐還很髒呢 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聖人跟凡夫很大的差異在這兒 所以性淨是實有 他有 聖義性淨有世俗的聖淨喔 好 再來 帶直淨 帶有一直 好像有一分 跟與本體相違背的 異嘛 Sorry 異就是相異嘛 對吧 跟誰相異 跟本體 我們的本體 剛剛那個叫什麼淨啊 性淨 對 所以帶直淨是針對著性淨而來的 他說心以及心所在 在緣 在緣 師傅講在緣是什麼意思啊 緣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一直講這個佛教的翻譯太優雅了 什麼善緣啊 惡緣啊 就沒有人知道那個緣是什麼 緣那個時候是condition 是一個條件 在這邊呢 緣是什麼意思 緣 緣 攀緣嘛 抓取嘛 對吧 去抓取嘛 心以及心所在的那個因緣條件 去抓取境界的時候 在本質淨起了異相了 異解就是異相 也可以說 雖然帶著本質 性淨就是本質 淨與 卻與本質不同 心緣 心去攀緣抓取這一個意象 雖然以這個淨為 親所緣緣 就是我所抓到的那一個緣 卻以自己的 自己的理解去解釋這一個本質 例如 心會去攀緣五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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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沈榮海 我第一次請教你說 誰在生病 你講好大聲說 我在生病 那就是你的心抓取了五蕙 誤認為五蕙 誤認為五蕙色受想行事 是我的 而且我的五蕙再生病 所以心緣五蕙 直以為我 直 直著以為那就是我 對吧 是不是很像幾個月以前的你 對吧 那你現在進步太多了嗎 是不是 直以為我 直我直 所以直取為那一個五蕙就是我 這個我直是由心而生起 而不是起於五蕙 這個我直是心的起來的 不是色受想行事 不是細胞它自己起來的 是心在起作用啊 但是是依託五蕙 而從心上起我直啊 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直對五蕙肉體的執著 不是肉體本身它就會生起啊 肉體本身當然不會生起嘛 因為Plank講說心是物質的母體嘛 你的肉體是物質啊對吧 物質你的肉體的母體是誰啊 是心嘛 所謂心才是主角嘛對吧 好 所謂生起我直的是心 也就是臨近之時就是 感受到我癌症的這個時候 心起易解 開始去解讀 這個癌症威脅了我 這個癌症讓我也許不能活了 這個癌症也許不能活了 甚遠失誤可以救我 興起各種不同的解讀 雖然這個癌症是脫靜而生 這個靜是指什麼 雖然你這個揣測說 喔 甚遠失誤也許可以救我 這個醫生說我好嚴重 這個癌症脫靜而生 這個靜代表什麼 就是你起了各種解釋嘛 你這個解釋一定是圍繞那個靜 對吧 你不會說我被判定癌症了 然後突然你興起一個易解說 我明天帶著靜蕙美去環遊世界吧 不會吧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環繞你那個 你那個靜嘛 這個靜代表什麼 這個靜代表什麼 你們都想多了 你把它想得太為實了 這個其實這個就是 你的心是因為什麼而起 因為五孕而起嘛 那你為什麼會想到五孕 因為五孕欠安了嘛 對吧 所以你的這些想法是 依托托就是依托著 你那個生病的五孕而起來的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他是不是剛剛講的那什麼靜啊 性靜他是不是性靜 他不是啊 他不是本質啊 他是有意想的有意嘛 有不一樣的 雖然他也有帶著本質的一分分 但是他跟本質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代質靜也有兩種 一個是真的代質 也就是以心去抓取你的心 譬如說第六十 他會抓取一切的心 以及心所 這邊的同學他連心所是什麼都不知道 心所我解釋一下 心所就是在心上所生起的各種思想 是各種想法 所以心跟心所他也是相對立的 心所就是心所有法 心所想的所有的法 所以當第六十去攀圓一切的心 以及心所有法裡頭的 就是五位白法 心所有法 第七十他就會去抓取 第八十 第七十就是莫納斯 他在第六十在運作的時候 他也不輸人家 他也趕快去抓取 第八十的見分 今天可能講不到了 唯我 相分就是我看到這個桌子 這個就是相分 那誰看到啊 劍嘛 我看到他嘛 總共有四個分 今天講不到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 所以第七十他會去抓取 第八十把他當作我 那兩個很像是帶直 直啊 但是這個直是變色的本質 就是以心會去圓色是什麼意思啊 以心會去抓取什麼 色是什麼意思 色就是現象界嗎 對吧 不一定是肉體啊 桌子椅子啊 如分桌椅等物啊 其實這些都是顯色形色 其實沒有看到桌椅那個圍石 把色又分得很細很細 我們先不用管那麼細 因為你要管到那麼細 你就走不下去了 對吧 帶直徑這樣可以嗎 不可以 還要再講一次 對對 下禮拜再講一次 但是至少你已經更進一步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多聽幾次 多聽幾次 你看師父講到全身大汗了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的喝采 非常感恩 對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圍石是不是很精彩啊 把你的每一個想法都分析得很透徹 讓你沒有辦法騙人 對吧 你要老實面對你的想法 對吧 所以維持很重要 因此 意識的時代就講 只有直覺思維 直覺就是不騙人的超越二元堆立 他也沒有說好啊壞啊 超越二元堆立的可以觸及意識嘛 對吧 好我們就剛好十二點了 我們就來回向好嗎